接下来的故事叫梦中相遇 大家都听过托梦吧 死去的人对活着的亲人还有所惦念 就会在梦里对亲人有所嘱托 经常有人梦到死去的亲人 在梦里跟平时一样和自己说话 以至于有些人醒来之后 还反映不过来这亲人已经去世 当然也有身在远方的人 忽然某一天梦到亲人过来看望自己 过几天就收到亲人去世的消息的 这些都是托梦 现在的科学根本解释不了这种现象 我说的这个故事更好玩 它不是死人之间的事 而是两个健健康康的大活人 在同一个梦里见到了 就是二姨自己身上的事 二姨在夏天去舅舅家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叫山崖的姑娘 和二姨大概相当的年纪 两个孩子玩得很好 经常一起捉蛆蛆采野菜 这天二姨在炕上睡午觉 梦里啊 她就来到了后山 忽然就看见一片野菊花 开得那么艳丽 野菊花的花瓣是橙色的 上面布满了黑色的圆形斑点 雌花的花蕊是嫩黄 顶端拖着一个酱红色 绒乎乎的颗粒 中间的雄蕊 则是碧绿透明的一根长挺 组合起来 这花分外的娇艳 是二姨最喜欢的花 于是二姨跑过去摘花 准备回家呀 找个罐子插里边 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叫她 回头一看 这不是山崖吗 山崖穿着一件青色的褂子 下边是香配的青色半截裤 底下塌了这一双草鞋 就跑了过来 边喊着 二姨 你上山咋不叫我一声呢 哎呀 这么多山菊花啊 你给分我两段 二姨冲着她招手说 你过来 这这么多呢 你也摘回去 咱呢 找瓶子插上它 俩人就一人摘了一大把 边吻着 边往家的方向走 二姨光顾着自己手里的花 一不留神 脚下被土咔了绊了一下 就在倒下的同时 还死死的攥着手里高高举着的花 生怕把花弄残了 山牙看到二姨的模样 在一边啊 笑得前仰后合 又过来连忙拉二姨起来 帮二姨拍身上的土 回到家门口 二姨和山牙分手 各自回家 二姨正翻箱倒柜 找能插花的罐子 哭听的耳边大喊了一声 二丫 二丫 二丫你个懒丫头 走啊 你快起来跟我玩去 二姨睁眼一看 原来自己啊 在炕上躺着呢 刚刚那个 是梦 揉了揉眼 山牙 活牙露齿的放着大笑脸 正在眼前 二姨还是没从 刚才的梦里醒过来 四处撒嘛 找自己的野山菊 山牙见状就问 你找啥呢 二姨说 我看看有没有山菊花 好像是做梦了 但是我好像真的上山了 摘了一大捧的野山菊 山牙听见之后 睁大了眼睛说 啥 你梦见上山摘花 二姨点头说 是啊 我还梦着你也一起去了 你也摘了一大把呢 那边的山牙 更是惊讶的合不拢嘴说 我刚才在家睡觉 我也做梦上山了 就梦着你在山上摘花 我也摘了一捧 回来的时候 你还卡摘了呢 这不是吗 醒了我就赶紧过来找你了 行思啊 咱俩上山摘花去呢 啊 这一下轮到二姨惊讶了 她在梦里确实的卡了个跟头 可是没跟山牙说呀 她怎么知道 难道真是在梦里 俩人遇上了 这梦也太奇怪了 竟然两个梦里头的人 做的是一模一样的梦 俩人大眼瞪小眼 看了一会儿 二姨忽然起身 穿衣服 山牙问她要干啥 上山 我记着梦里的地方呢 那地方啊 是有一片野山菊 前几天我捡摩过 还没开呢 咱俩都做一样的梦了 过去看看 它开没开 山牙虽然觉得事情挺诡异 但是山里的孩子也不害怕 就手拉手的去了 到了山边 还没有走到近处 就看到那边 金黄灿烂的一片花海 山菊花果然开了 这下俩人心里更是秃秃 山牙问道 二姨真开花了 那咱俩摘不摘呀 摘 二姨笃定的说 又问 你除了梦着我摔跤 还梦着别的没有 山牙摇摇头 二姨放心了说 要是梦是真的 大不了我卡个跟头 这花这么好 咱当然得摘回去 于是俩人跑上去摘花 一人摘了一大捧 二姨因为有了梦里的印象 更加小心翼翼的看着脚下 眼瞅着就快到家了 他心里高兴 精神就放松了下来 回头对后边的山牙说 你看吧 那就是个梦 我都到家了还没有卡 哎呀 二姨结结实实的 卡了个大跟头 不过下意识的 真的为了保护手里的花 把胳膊高高的举起 等他自己醒悟过来 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自己在梦里 不也是这个动作吗 看看山牙 也是吓得说不出话来 俩人没敢再接着说话 各自回家了 回家后 二姨努力的回忆着自己的梦 只记得自己 回来找罐子插花的时候 就被山牙吵醒了 那到底 要不要找罐子插花呢 万一后边再有啥事 二姨不敢往下想 随手将花放在炕上 自己闷闷的坐着 哎 哪来的菊花啊 舅妈扛着厨头回了家 看到二姨坐在炕上 旁边一大把野山菊 赶紧 找罐子装水插上 一会儿粘吧 舅妈催促着二姨 二姨听见了 却不敢动 还是舅妈自己找了个罐子 把花插上 然后就摆在了 后窗的窗台上 可是二姨 看着这自己 平时最喜欢的花 却觉得害怕 后来回家 将这事啊 告诉了邓姑姑 邓姑姑也解释不了 要说是离魂吧 俩人同时离魂 还能碰巧 在一个地方遇到 你说这几率 它能有多大 所以说 大千世界 真是无奇不有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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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